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从楚连生内心来讲 他是很愿意加入张凡这个团队的 成为张凡他们团队里面的真正的一员 因为这团队里面的那种同生共死的感觉 是他行走江湖多年来也从未见过的 若是一个团队里有了同生共死的决心 那么做什么事情心中都会有莫名的底气的 至少在我的身后还有我的伙伴们 若是在余生里真的可以融入他们的团队 楚连生感觉今天受的伤那实在是太值了 更何况张凡还救过他的命呢 虽然楚连生在身材偏受道士这一击之下 被打成重伤了 但是那道士也并不好受 只见他身体微微晃动一下 看着于楚连生撞击过的手掌 有些惊骇地说道 念礼念师福 你是一名念师 楚连生笑了笑没有说话 而这时张凡回头看了一眼楚连生 楚连生冲张凡笑了笑 下一刻 边境张凡的身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血鹰的方向暴露 金袍道士想操控血鹰躲避 但是张凡猛地掉转了矛头 直至把矛头指向金袍道士 金袍道士心中一震 急忙把血鹰调回到自己身前 而张凡的铁拳则是不偏不倚 搭在了血鹰的身上 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 那血鹰的魂体也是轻刻间化为了漫天碎屑 消散无踪 血鹰乃是金袍道士所练 金袍道士与其是气息相连的 所以血鹰爆碎也令得金袍道士 遭受了一股莫大的反射力头 一股阴红的鲜血 陡然间从口中咳了出来 脸上也浮显出了一抹苍白 竟然在我身上施展念师福 你给我去死吧 此时那瘦道士怒吓一声 他双脚一跺地面 身体宛若一个炮弹一般 猛地弹射而出 一记中拳朝着锄帘上的头顶 狠狠地砸了过来 看着这手道是狂猛的攻击 楚连生连同楚连生身边的众人 瞳孔均是一缩 欧阳老头和孙唐互相对视一眼 两人似乎是达成了默契 一左一右把楚连生护在身后 见到这两道身影 楚连生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欣慰 除了他父母之外 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 别人愿意为他慷慨赴死的温暖呢 既然你装异气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收道士说着 便伸出另外一只拳头 两只拳头 分别指向了欧阳老头 还有孙唐的面门 欧阳老头和孙唐 早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两人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就在收道士 那两只树打拳影 即将打在两人面门的时候 张凡已经朝着收道士的脑袋 拍了过来 如果那收道士继续向欧阳老头 和孙唐发动攻击 欧阳老头和孙唐 暴毙的那一刻 张凡的大手 也势必会拍在收道士的脑袋上 虽然死的人将会是收道士 而附身在收道士上的巨猛精 还不至于死 但是也会遭受重创的 如果那样 他就没有了和张凡 以拼之力的能力 最后 失败生死的人 也必然会是他 在这千据一发之际 收道士还是选择了 回神抵挡 他的双拳 和张凡的双拳狠狠撞击 发出了一声雷鸣般的炸响 两人的身体 也都是轻刻间暴退束步 而经过这次的撞击 孙唐 欧阳老头 楚连生三人 方才躲过了一劫 躲过一劫的众人 迅速蝙蝠着楚连生 到了张凡的身后了 哼 就是 张凡看得一眼没有说话 回头 看了看身后的楚连生 楚连生 则是冲着张凡重重点头 下一刻 边见张凡的身体 再次朝着瘦道士窜去 一掌 直直拍在那瘦道士的胸口上 巨蝸精本就恨透了张凡 所以 他击聚了体内所有能量 想要对张凡 发动致命一击 但是 他刚刚把能量狙击成功 并感到 灵魂好似有千万根锐利针刺 刺穿了一半 他好不容易凝聚的能量 也是轻刻间散掉 不错 那盘坐地面上的楚莲声正在催动念力 来影响巨蟒精 而此时张帆的铁拳已经到了瘦道士的胸口 瘦道士只能是仓皇抵挡 伴随着一声暴响 那瘦道士的身体一下子被轰飞 不能够集中精神和张帆对战的他 在第一回合贬持了败仗 张帆则自然是乘胜追击 再连续几次出手 在强大念力影响之下 瘦道士即连被轰飞数次 直到那瘦道士的身体四分五裂不能再用 那巨蟒精方才从瘦道士的身体里面飞了出来 巨蟒精之所以 一开始没有从身材偏瘦道士的体内飞出来 那是有原因的 精怪本属于阳间的物种 与恶鬼是不一样 阳间物种必须是有魂有身 方才可以发挥出实力 若是精怪魂魄立体 以魂魄形式出现在阳间 他的实力将会立刻削减一半 所以 刚才巨蟒精 宁愿使用身材偏瘦道士这具 即将破碎的身躯 也不愿意 用魂魄之身 与张帆战斗 此时 那巨蟒精 从瘦道士残区里面飞出来 便朝着那名身材偏胖的道士方向扑去了 看到这一幕 那胖道士脸上浮显出了一抹慌乱 琴其下 他从包里掏出一把刀子 吐出舌头 割破舌尖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胖道士 急忙使用手指轻点鲜血 按在了印堂的位置 而等巨蟒精 接触到胖道士的印堂位置时 只听胖的一声闷响 那巨蟒精的魂体 直接被反弹出了数米 与此同时 巨蟒的口中 也是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那声音 无比的惨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